各位網友好,歡迎收聽 《芒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頻道 我是節目主持人馬來近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點讚、分享和訂閱 《芒向正向浪費冷氣三個台》的節目 另外,請網友檢查一下訂閱三個台的情況 還有主持人的小台,以免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突然被退訂 多謝! 好,今集就要講下馬來西亞新鮮滾熱辣的消息 是表示歡迎中國遊客的 馬來西亞入境旅遊協會MITA 表示 中國對於馬來西亞旅遊市場而言非常重要 歡迎中國旅客由1月8日起前往馬來西亞遊玩 該協會主席烏扎伊迪烏達尼斯強調 在入境標準化篩查程序應該對所有國籍的旅客一時同仁 以確保不會出現對中國遊客的雙重標準 在新冠疫情爆發前,中國遊客每年在全球消費額超過2500億美元 馬來西亞入境協會指出 中國是馬來西亞旅遊業非常重要的市場 在2019年馬來西亞總共接待多達300萬中國遊客 大大地觸進了外國經濟發展 烏扎尼斯就說道 如果馬來西亞阻止中國遊客到來,我們將會受到很大的損失 泰國、新加坡、越南等東南亞國家能將中國遊客的市場吸引過去 烏扎尼斯指出,馬來西亞入境協會支持在入境點對所有遊客進行新冠病毒標準化的篩查程序 無論他的國籍是什麼,這樣是為了確保不會對中國遊客採取雙重標準 他還呼籲政府不要在沒有世衛組織和中國最新數據的情況下作出闖撤的決定 業會呼籲馬來西亞政府鮮明自己的立場,並採取不會影響馬中兩國良好關係的措施 他支持馬來西亞旅遊藝術和文化部長張慶信 敦促馬來西亞民眾對中國入境遊客發表評論時保持謹慎 尤其是在社交媒體上 協會希望馬來西亞人不要擔心中國遊客的到來 烏扎尼斯說道,馬來西亞入境旅遊協會希望提醒政府對來自中國的旅客 採取關閉邊境是毫無必要的,而且對國家經濟沒有任何幫助 去年12月30日馬來西亞衛生部長表示 將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海外入境旅客進行發燒篩查 並對來自中國入境韓班的飛機 他的廢水進行核酸檢測 早前,菲律賓和印尼在29日也相繼表示 他們目前無必要對來自中國的旅客實施更嚴格的旅遊限制 在美國、加拿大、澳洲、英國等國家 陸續對中國入境旅客設立限制之制 已經有多方對相關政策提出各種質疑 在12月29日,歐洲疾病預防及控制中心 歐洲對新冠病毒有很高的防衛水平 歐洲大陸的衛生系統可以應對目前的感染負荷 因此對來自中國的遊客進行篩查和限制的決定不合理 英國遺報援引多名專家的觀點也指出 決定是純粹的政治活舉動 實際上對英國確診病例數量的上升和下降 不會構成很大的影響 澳洲多位衛生專家也對限制措施提出質疑 認為在世界多國應該加強疫情監測之際 頒布單獨針對中國遊客的政策非常不公平 還有批評人士說 包括美國在內許多國家 病例數仍然不斷增加 但澳洲政府只對來自中國入境的旅客設立限制 這項做法非常奇怪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1月3日的例行記者會上表示 部分國家採取僅僅針對中國的入境限制措施 是缺乏科學依據的 一些過度的做法更令人不能接受 我們對試圖操弄疫情防控措施 以達到政治目的的做法表示堅決反對 將會針對不同情況 本著對等原則採取相應措施 在節目播出前一天 即2023年1月4日 馬來西亞首相拿督斯里安華表示 內閣決定收緊所有入境政策 以應對新冠病毒疫情 首相強調 收緊入境措施並不針對任何國家 而是面向來自所有國家 特別是確診病例較多的國家 例如美國和中國大馬會透明化監督 但不會放寬入境的條件 因為擔心疫情會在大馬蔓延 他在主持2023年首場內閣會議後 召開記者會時表示 人民健康是最重要的事 旅遊業或發展經濟不能凌駕於管控和治療人民的重要性 他也說到 新冠病毒的疫情至今尚未明朗 因此敦促尚未接種加強劑的民眾盡快接種 我們擁有足夠的疫苗 而被消毀的疫苗也有很多 因為大馬民眾對加強劑的歡迎程度 並不如預期目前政府擁有的疫苗 約有600萬劑 所以他敦促尚未接種第一劑加強劑的民眾 盡快安排去接種 好,講完大馬就講下我們的鄰國新加坡 新加坡衛生部表示 暫時不會對中國旅客作出管制的調整 現在許多國家都尚未完全恢復於北京的韓班 但新加坡航空公司在12月30日 就已經恢復了對北京的直飛航線 以加速與大陸的經貿、旅遊等合作交流 說明兩國關係非常密切 隨著中國即將在1月8日解除入境隔離措施 並恢復公民旅遊 日本、美國、英國等國都已經制出相應的措施 但新加坡衛生部明確表示 目前對於中國入境的旅客管制是維持不變的 當局也會嚴密監測大陸的疫情狀況 在必要時才會作出調整 新加坡立場與許多國家不一樣 目前入境只需要有完整的接種疫苗 就不需要額外提供PCR陰性證明 對比許多國家入境都要求提前出示證明 新加坡只要求入境旅客上網填寫表格上傳相關資訊 也不會實際查詢短期入境者的疫苗接種紀錄 主要是因為政府認為進入了後疫情時代 應該盡快接納更多人流到來幫助經濟復甦 這項政策方向令新加坡的開放程度在全球名列前茅 新加坡民眾也感覺生活和疫情之前沒有太大區別 我亦說說去年六月尾入境新加坡時的狀況 入境時有另一條入境的櫃桌 是故意為那些沒有完全接種的旅客特別開放給他們 完全接種的就去另一個櫃桌 我留意到也有一些外國旅客 是經過那個未完全接種的櫃桌去經過的 手續也和一般的入境旅客沒有什麼差別 而且非常快,因為很少人不完全接種就出國旅遊 反而接種兩劑或以上的人潮比較多些 最後就講講新西蘭對中國遊客入境的措施 根據新西蘭媒體新聞網的報導 疫情應對部長阿瓦莎維拉爾1月4日證實 該國官員已經做過公共衛生風險評估 認為中國旅客不會造成紐西蘭病例大幅增加 也意味著不需要或無理由限制入境 因此紐西蘭不會要求中國遊客提供新冠檢測陰性報告 維拉爾就說道官員們已經進行了公共衛生風險的評估 包括對來自中國的旅客的潛在病例進行了仔細評估 證實了這些遊客並不會導致紐西蘭的確診病例出現重大的增長 入境限制是沒有必要的也不合理 維拉爾表示紐西蘭等其他國家已經暴露於BA5變種 對於近期時虐在其他國家的XBB1.5變種 紐西蘭政府還未收到在本國出現任何新XBB1.5變種病例的通知 但是會繼續監測這項變種 維拉爾同時也表示紐西蘭將要求來自中國的遊客 自願參加快速檢測並分享信息 他就說道在未來幾週之內 我們將臨時向最近由中國抵達紐西蘭的人群 隨機抽選樣本及發送電子郵件 要求他們進行新冠病的測罪和紐西蘭衛生部門共享信息 這項請求完全是致願的 以前他們使用這種方法時國際旅客都很願意配合 除了隨機抽選人群測罪之外 紐西蘭防疫部門的科學家 還將對國際行般的廢水進行抽氧測試 最後維拉爾也呼籲旅客接種疫苗 總而言之及時接種新冠疫苗包括加強劑 仍然是防止住院和重症的最佳手段 即使你不幸感染了目前流行的任何新冠病毒毒株 疫苗仍然是很有效地減低了嚴重疾病的風險 維拉爾就說道 紐西蘭繼續歡迎新的旅客 我們要求每個人都遵守目前有的公共衛生措施 如果你身體感到不惜就應該留在家中 新冠檢測情陽性自我隔離 好今集節目就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再見 先集再見 先集再見